好,這次新聞達,劉軍好,社務又一好,朱總在現場,你好 那還有哪些下跌的原因? 這個供給過剩一定一直是一個問題 那可是美國的業員有因為這個油價大跌以後 這些開採石油的小公司一個一個導電 那這個導電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就是 這些公司過去都發了很多公司債 然後同時他們又有很多在美國股票有上市 所以它第一個影響了企業的獲利 第二個它的導債就讓高收益債的這個違約率暴增 所以高收益債大跌股市被壓抑都是因為油價大跌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一旦油價止跌 那對於美股對於高收益債市場它就有止跌的作用 所以這個油價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觀察 那第一個就是美國的業員有的公司已經開始 他們的專頸數大幅去年就跌了減少了60% 所以他們的產出量已經在減少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油價影響 事實上我們去把統計數據看起來 奇怪了 05年06年07年那時候油價也是公過於求 可是那時候油價大漲 所以學者又後發現說搞半天油價大部分都是公過於求的狀況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油價是一路走高 漲了一倍以上 這個時候你是油價大跌 那同樣都是公過於求 怎麼會兩個不同的結果 原來期貨市場就是華爾街這些人在炒作 這個炒作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大家怎麼觀察呢 你就要去看華爾街的這個期貨 石油的期貨的進多單的部位 那現在已經幾乎跌到了10年以來的低點 所以就進多頭的部位太低了 已經低到一個非常低的水準 可是這個低水準它隨時有可能反彈 所以現在你去追殺油價 建議大家不必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這個跌到很低點的 非常低點 所以只要有一個風吹草動 這個進多段部位一下反轉上去 油價可能會彈得很快 所以我們為什麼講2016年 對於全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變數就是油價 因為如果油價真的如金融時報還有這些專家預測 到第四季漲到50塊60塊以上 那是會比現在漲一倍 那現在如果我們上半年都是維持一個低油價的狀況 大家的可支配所得是增加的 所以大家可以努力花錢 可是到下半年如果油價一旦反彈漲一倍 大家就不敢花錢 因為那個變成你生活上面的一個必需支出的成本提高了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狀況就是說 2016年影響投資市場很大的一個變數 就會是在油價這個部分 所以上半年第一季可能油價還會有跌的空間 所以你的高收益債也好 你的美股也好 它都還有可能再有下跌 有機會 可是等到它止跌以後開始反彈 高收益債這些商品就會開始有彈生的機會 空間出來 可是等到它的油價大漲的時候 你又要小心整個全球投資市場 又會被這種擔心通貨膨脹 那個時候又會擔心全世界要調高利息 因應高油價的時代 今天非常感謝朱總帶來這麼多的新的一年的預測 希望大家來投資順利賺大錢 感謝朱總